新年快乐,新年进步 狮子座的朋友,大家好 很久没见 那我在这里公主大家 在鼠年的时候 就如意吉祥身体健康了 上升或者是太阳 狮子座的朋友 大家在这个农历正月的运势会怎么样呢 首先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下 因为我的就是那个事情 我的业务比较繁忙 繁忙,对了 所以呢 我 就是你们可以看 自己看下面的那个caption 从今开始 我的那个 在十五满月的那个运势会无限期的那个暂停一下 那大家请大家要谅解一下 还有呢 就是说 哦 对 从今开始 就是我最后的那六个星座 因为 对啊 对啊 从水瓶开始 是水瓶双鱼 白羊 金牛 母羊 金牛 那 上子 巨蟹 对了 对 所以 所以 刚才已经讲了六个星座 那最后的那个那六个星座 我就 我就不 不跟大家去探图那个星座是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我想就是简短一些简短一些那个片的那个长度 那我就跟你们讲你们这个正月的运势呢 就是我我现在我不再用那个理论 我我我在这个在这个片里面 还有就是以后五个星座的那个片子里面 我不跟大家再讲那个星座的理论 啊 为什么会不会这样子 OK 已经解释了很久 好吧 那 那 你们的那个运势 有两个东西要注意一下 第一呢 就是说 嗯 呃 对了 你们的有一些好朋友 有一些好朋友 你跟他们的那个关系会有一些矛盾 对 你会有一些很烦恼 所以烦恼是什么呢 啊 比如说 我跟他是一个好朋友 还是 其实我们之下 我们之间是有一些暧昧的 我们应该是不是应该去派脱 我们是不是应该谈恋爱 我们是不是恋人 其实我们的那个朋友的那个关系是很模糊的 你会有一些头疼 哎呀 我 我们应该是不是要变成一对呢 还是我们还是保持那个好友的关系呢 OK 又或者是说 啊 我应不应该跟这个好朋友去 嗯 合伙去做生意呢 呃 去有一些更紧密的那个关系呢 尤其是真的跟那个做生意 跟金钱有一些来往的 你会很烦恼 对了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烦恼的时候 可以找找我 找我去讨论真博哦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呃 其实因为毕竟现在已经是新年了 对吧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休息休息 但是呢 你们试着做 自己还有一些东西想做 呃 那你们就去做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呃 那个结果不是 那么 这不就是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 所以我就呃 劝劝大家 其实因为 毕竟都是年尾的时候 那新年就呃 不是 因为我upload这这条片的时候 已经是新年的 所以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呢 跟你的家人去清除一下 对吧 所以就 我劝大家 呃 要忙 就 待 比如说15过后再忙吧 那 因为现在如果你 死要去忙的话 死要去忙的话 你不休息的话 其实那个结果是不好的 因为 其实就是 就算 不是你自己选择去忙 但是其他人 他们他们就已经休息了 对吧 那 如果要去做一些合作的东西 人家也 也已经在 那个 清 清除那个信念 那你自己忙什么 没有人 没有人可以去帮你啊 所以 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呢 大家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说 就算你自己想忙 但是你也没有 一些外力可以去帮助你 因为别人 因为别人已经在 也在休息了吧 对吧 所以 呃 我劝大家 其实可以放松一点 去尽情的 去enjoy 这个新年 那最后 再讲一次 身体健康 新年进步 我 我 感谢观看